若望福音 第十一章 有一个病人 名叫拉扎路 住在伯达尼 即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尔大所住的村庄 玛利亚就是那曾用香叶敷抹过主 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过他脚的妇人 患病的拉扎路是他的兄弟 他们姊妹二人便派人到耶稣那里说 主啊 耶稣爱得病了 耶稣听了便说 这病不至于死 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 并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 耶稣素爱马尔大及他的妹妹和拉扎路 当他听说拉扎路病了 仍在原地逗留了两天 此后才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向他说 拉扎 近来犹太人图谋砸死你 你又要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 人若在白日行路不会碰爹 因为看得见这世界的光 人若在黑夜行路就要碰爹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些话 又给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扎路睡着了 我要去叫醒他 门徒便对他说 主 若是他睡着了 必定好了 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他是指安眠睡觉说的 然后耶稣就明明地向他们说 拉扎路死了 为了你们 我喜欢我不在那里 好叫你们相信 我们到他那里去吧 号称迪迪摩的多默 便向其他的同伴说 我们也去 同他一起死吧 耶稣一到了伯达尼 得知拉扎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伯达尼靠近耶路撒冷 相距约十五斯塔迪 因而有许多犹太人 来到马尔大和玛利亚那里 为他们兄弟的死安慰他们 马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 便去迎接他 玛利亚仍坐在家里 马尔大对耶稣说 主 你在这里 我的兄弟绝不会死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 天主必要赐给你 耶稣对他说 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 马尔大说 我知道 在末日复活时 他必要复活 耶稣对他说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 即使死了 仍要活着 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他回答说 他回答说 是的 主 我信你是墨西亚 天主子 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 他说了这话 就去叫他的妹妹 马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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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地说 师父来了 他叫你 马尔大 马尔大一听说 历时起身到耶稣那里去了 那时 耶稣还没有进村庄 仍在马尔大 仍在马尔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玛利亚在家 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身出去 便跟着他 以为他往坟墓上去哭泣 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 一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脚前 向他说 主 若是你在这里 我的兄弟绝不会死 耶稣看见他哭泣 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 便心神感伤 难过起来 遂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主 你来看吧 耶稣流泪了 于是犹太人说 看 他多么爱他 其中有些人说 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 岂不能使这人也不死吗 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 来到坟墓前 这坟墓是个洞穴 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 耶稣说 挪开这块石头 死者的姐姐马尔大向他说 主 已经臭了 因为已有四天了 耶稣对他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 如果你信 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 他们便挪开了石头 耶稣举目向上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俯听了我 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 但是 我说这话 是为了四周战力的群众 好叫他们信 是你派遣了我 说完这话 便大声喊说 拉萨路 出来吧 死者便出来了 脚和手都缠着布条 面上还蒙着汗金 耶稣向他们说 解开他 让他行走吧 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 一看到耶稣所行的事 就有许多人信了他 他们中 也有一些到法利赛人那里去 把耶稣所行的报告给他们 因此 司机长和法利赛人 召集了会议 说 这人行了许多奇迹 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让他这样 众人都会信从他 罗马人必要来 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 他们中 有一个名叫盖法的 正是那一年的大司机 对他们说 你们什么都不懂 也不想想 叫一个人替百姓死 以免全民族灭亡 这为你们多么有力 这话不是由他自己说出的 只因他是那年的大司机 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 不但为犹太民族 而且也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归一 从那一天起 他们就一决要杀害耶稣 因此耶稣不再公开地在犹太人中往来 却从那里往临近荒野的地方去 来到一座名叫厄弗拉音的城 在那里 在那里和他的门徒住下了 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了 所以许多人在逾越节前 从乡间上了耶路撒冷 要圣洁自己 他们就寻找耶稣 并站在圣殿内 彼此谈论说 你们想什么 他来不来过节呢 司机长和法利赛人早已颁发命令 如果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就该通知他们 好去捉拿他